第二百七十二集 转移风暴之眼 江烈吐了吐舌头没再多说话 不过我也能看出来江烈的预言又止 我俩彼此沉默了一会儿 我才又开口道 对不起啊队长 是我失态了 你继续说吧 沈建峰他的枪法不是很好吗 他射杀了无辜的旁人 怎么没有被处分 反而升职了呢 小元 江烈的语气软了下来 其实有时候 你也别怪你 别怪沈局长 他是警察 自然而然的要担负起很多责任 或许在你觉得 他留给你的 只有冷漠和报复 但你现在自己也是警局的一份子 你应该知道 我们的工作有多难缠 这种情况下 你也别太深怪他了 你们之间 毕竟是血浓于水啊 见我有拂袖而走的意思 江烈终于知趣地画了话题 好了 不说这个了 当年习国行其实已经被逼到了死角 而且本来都已经放弃抵抗了 我当时刚刚入行 去押解习国行 都扣上一只手铐了 那边下意识地就放松了警惕 然后谁知道 习国行那个原本还在一旁 颤颤抖抖的女人 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 竟然推开了我 抱住习国行 然后习国行竟然从兜里掏出了一把枪 而且 用枪抵住了这个女人的头 让我们放她走 否则 就杀了这个女人 这是演戏的双簧 我随口一句 你们不会真的放了吧 不是有人质规则的吗 如果这个女人跟凶手有关系 那就不能看成是人质啊 是 江烈点了点头 但是正常情况下 我们是不能对人质开枪的 毕竟我们的职责是保护民众 但是沈局长还是开枪了 然后 沈建峰就被抓了 哼 这像他的风格 我冷哼了一声 别说是跟他无关的外人了 就算是被绑架的是我 他也一定是会开枪的 不 情况不是这样的 江烈叹了口气 因为当时是我手上出现的疏忽 所以立刻就被换了人压解 当时习国行的女人并没有死 而是在医院的时候 被习国行的仇家杀死了 只是 我们这样给习国行解释了之后 他始终不相信 当时在沈局长开枪之后 他就被直接抓走了 所以 他并没有看到真实的现场 坚持认为是我们杀死了他女人 那个解释 不过是为了掩饰 这么多年过去了 没想到习国行 还是没有释怀这份仇恨 小元 在接下来的工作里 你可得千万千万小心了 这个人当年被称为卡牌大师 是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签署的 哪怕多年不练 但未必就生疏了 而且就仅凭这项本事 我想 他一定可以从黑市上找来帮手 如果是要复仇的话 他这人 在赌场上练就的心机和定力 一定会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有句前台词江烈虽然没说 但我还是从他的反应里读懂了 沈建峰当年一定是没有杀了习国行的女人 否则他的未来仕途绝对不可能 再得到晋升 因为射杀没有死罪的人质 绝对会成为一个黑点伴随他一生 接下来的几日 我跟思静过的都是战战兢兢 医院里人多 根本没法防范 所以在僵烈的建议下 我跟思静就告别了医院 再度过起了深入简出的生活 但是这样也不是办法 等于是把本来要加诸在我们身上的危险 带到了家里 如果凶手诚心要报复的话 沈建峰所谓的那些布置 根本是起不到大作用的 并且在这份危险之余 其实还有新的一份危险 也在暗中死寂 当然就是那个恐怖组织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这种关系是否会促成他们的合作 这就不得而知了 只是最好的避祸方式 就是我离开这里 我将这个想法告诉给了江烈 不知道是不是沈建峰特别的受益 总之我和思静竟然真的得到了 公派出行的任务 任务的目的是在距离 家是数千公里的川海市支援 因为川海市内里最近新出了几期失踪的案件 已经调过去三波行动组了 但是始终没有头绪 我们去的目的当然是代表着 家是高潮的破案技巧 除了我跟思静之外 随行的还有两名便衣武警 有这两个大哥在身边 真别说 那是一种让人信服的安全感 我和思静已经有阵子没出过眼门了 而且这一次的出行 虽然人数很少 但是保密规格很高 随行根本没有安排川海市的警局接站 而且车次什么的都是绝密 随即安排的 这种规格保密 当然是为了我和思静的安全 同时也是为了转移风暴中心 让那个习国行根本无从察觉 同时也是保证恐怖分子无从下手 临出发之前 江烈甚至还给我们办理了假身份证和乔装 所以当真的坐在列车上时 我和思静都有了一种四奔的奇妙感觉 因为这是一列长途列车 期间途径的站点很多 并且为了保密期间 两个保护我们的武警 位置特意地避开了乡林 而是坐在我们隔着一条过道的 斜对面的位置 因为买的是硬座车厢 而且我们要乘坐的是 从始发到终点的距离 整整35个小时 这么长距离 还选择相对便宜的硬座车厢 所以在外人看来 我和思静就像是一对 出门穷游的小情侣 一副人出无害的样子 在我们对面的座位上 一路上已经换了两三拨的人 也有主动跟我们搭讪的 思静虽然已经尽力地在半丑了 警局的那个化妆师 在他脸上多点了几个麻子 还将原本思静 消瘦的脸庞 撑开了一层肥嘟嘟的垫子 并且给他皮肤也画了一种 暗黄的颜色 当然也戴上了假发 这样一来原本漂亮的思静 瞬间就给人一种35岁靠上的感觉 整张脸唯一没变的就是眼睛 但就是那双漂亮嘟嘟的大眼睛 任谁被看上一眼都给人一种水灵灵的感觉 而且除了眼睛 思静最可让人称到的还是他的好身材 大概是眼睛的识别都太高 总会让人第一时间就把他的眼睛所吸引 仍是妥妥的大美女一个 至于我 我的改变就更大了 蓄起了胡须 染起了头发 脸上多了一层落腮胡子 下巴的位置还多了很多的青春痘 这样一来 让我原本就很平庸的脸庞 更多了一种青春痘散去之后的 满目坑挖创意 如果不是照镜子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虽然我一直强调 有趣的灵魂和好看的皮囊 更重要的是灵魂 但现在发现 一副好看的皮囊也同样重要 这一路上就眼前这样子的化妆效果 真让我几乎是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 当然除了这些 化妆师还通过我和思静穿的鞋子上的增高 或者是减低给我俩造成了一种跟从前不大一样的感觉 这一刻我和思静的伪装效果 别说是外人了 恐怕就是逍遥坐在我们对面 也不一定认得出来 我在自个儿心里劝了自己很久 才总算是接受了这个鬼样子 但是这情绪总是提不上来 不过思静的情绪倒是很开心 她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 虽然学校里的生活算不上多么的累 但是对于一个已经参加工作的女警来说 那生活太平凡了 时间一长 难免会觉得无聊 而且校园生活对一个忙忙碌碌的一学期的人来说 简直是一种折磨 眼下虽然是赶去川海市支援 但起码在未曾到达川海之前 情绪和度假是一样的 并且川海是有名的旅游城市 虽然同样临水 但它的美不同于我曾经去过的古浪岛 而是一种杂柔了美食与美景的南方山城 第273集 字迷游戏 一路上 司径都在查攻略 因为眼下 我们还没有接触到川海市那些失踪人口的资料 所以 我俩的心情丝毫没有被即将遇到的案子所惊扰 反而都重点在于 对川海市的名胜古迹和风俗小吃进行研究 虽然还没到地方 但我两个人对川海的期待已经满致了 路过一个叫四水镇的地方时 有两个穿着骷髅头衣服的男子 坐在了我和司径的对面 不只是衣服上绣着非主流的骷髅头 他们各自穿的外套和鞋子上 也都花红柳绿地灼着颜色 并且 在一个中年男子的脖子上 还带着一条一看就是塑料的金链子 另一个则是在手腕上 还有一个纹身 绣的是一只大大的老虎 除此之外 两个人的对话也很有趣 其中那个戴金链子的男子 一直朗生朗气地 在续道四水镇的温泉里 有多么多么舒服 讲那个服务小姐 有谁谁身材最好 露得最多之类的 总之啊 这人开口就浑化不断 一点没有避讳 在他们对面 还有一个年轻女孩司机 至于另一个男人 他笑得很谦逊 虽然不多说话 可是给人一种 柔柔和和的感觉 并且 他虽然也有那股奇异的装扮 但是在他领口 露出一截白色的衬衫领子 那雪白雪白的 一尘不染 只是从这一个细节就能看得出 这个人他虽然打扮得另类 但应该日常是个很爱干净 一丝不苟的人 四镜到底是 没经历过这种老游子场合历练的姑娘 面对对面男人的婚话 传到他的耳朵里时 一张俏脸 就从耳朵根先红了一片 他一面干脆 就把头枕在了我肩膀上 一副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的样子 从前 我和逍遥有时聚在一起时 也会说些混段子 但是大家从不过度 更不会在公共场合这么丢份 却真是没想到 这人过一百 行行筛筛 竟真的有人在公共场合 如此不计较的 在我们侧面的两个武警大哥 一直把目光落在那两个 骷髅头的非主流男子身上 我敢肯定 一旦他俩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这俩武警大哥肯定 第一时间就把他俩给解决掉了 这就是专业人员的告明 虽然看起来 他俩一个在趴在桌子上睡觉 一个人在听歌 可是 我能感受到 他们身上淡淡的杀迹 所谓专业的人员 做专业的事 从他们很多细节的地方 还是能给我带来一种 莫名的安全感 还有一种淡淡的冰凉气息 这就是职业武警的素养 突然 我的手心 微微痒了一下 低头看去 死精竟然不知何时 捉了我的一只手掌过去 并且用自己小巧的手指 在上面比划 我第一时间并没有觉得 死精在做什么 只是以为 他无聊地在乱话 不过死精马上又使劲掐了我一下 我连带点求证的意思去看他 见他冲我翻白眼 我这才明白过来 他这是在我手心里 玩那种 你写我猜的游戏 左右无视 所以我就伏低了身子 陪他去玩 死精在我手心 画了一会儿 总共写了六个字 他们做什么的 我当然知道 死精写的他们是谁 而且这种采职业的游戏 也是我以前会在玩的 因为我和死精都算是警察编制 特别是在日常 为了提高自己的判断力 就会刻意地去观察身边每一个路人 说起来这还是我之前教死精的 目的是让他留意身边的每一个人的装扮 从而判断出他们每个人的职业 然后我再进行验证 我并没有先回答死精的问题 而是玩心一起 反手在死精的手上轻轻地画了回去 你觉得他们是什么职业呢 死精想了想写道 肯定是那种地痞流氓的小混混 要不然你瞧他们穿的衣服 还大金链子 多么俗不可耐的装扮 我笑而不语 死精撅起了嘴 什么吗 难道我猜得不对 反正他们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我对死精这女警天性的 嫉恶如仇的心态 略感到一点点的无奈 然后这才调侃她的 难不成 只是因为人家穿了一件 花花绿绿的衣裳 你就要说人家是黑社会 可未免武断多了点吧 而且这种魂话在我们觉得可能是耳溜子 但是如果是在与朋友聊天的话 尤其是对了结了婚的男人来说 这些话很显然玩笑的成分居多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果果嘴饮 也就是用来打发压抑的 虽然听起来素质不高 但也上升不到人品生涯的问题 更加不能说是职业 四敬大大地摆了我一眼 好啊 那你来说说 他们是做什么的 他们是医生 我微笑着给出了回复 而且他俩都是临床医生 最少也是主治大夫之类的 四敬笑得前仰后合 这次干脆不在我手上写字了 直接套出手机来给我发起微信来 这次你这大顾问也不行了 你说他们是医生 开什么玩笑 主治医生可是高学历人群 怎么会像他俩这样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情绪里的另一面 你看到的只是他所表现出来的一面 或许他还有别的优点呢 我不慌不忙地回复道 其实越是日常需要正派端庄的职业 在他们偶尔放假的时候 就会把日常压抑的性格 找个时间点释放出来 这也是很正常的嘛 四敬良给我发了好多摇头晃脑的表情 一面又打字恢复道 我可不信你说的 你跟队长一样 总爱装神弄鬼 反正怎么猜都行 总是验证不了的 要不然 你想办法给我验证咯 这有什么难的 不过 用不着旁的验证 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 你仔细留意他们的手指 在食指和拇指的指尖和指腹位置上 有明显的茧子 而且有细小的伤口 我快速地打出了一段话 试问一下 这些小伤口除了手术刀 你还能想到 有哪个职业需要常年的用到小刀子吗 并且还能伤成这样 而且不知道你留意到没有 他们俩有意无意地 手指都会一直缓缓地转圈 嘿 这就更不对了 四镜不满地怼了我一句 这情况不是帕金森症吗 手指会无缘无故地颤道 我一时间 真的差点没憋住小畜生来 还帕金森呢 你看他们 两个哪一个有上岁数的样子吗 我来告诉你 他们的准确年龄 俩人都在四十岁上下 这种年纪的人 怎么会得帕金森症呢 而且那种手指无意识地转动 很明显是因为常年锻炼的结果 想要保持主刀医生 持刀的文准狠 练习是无处不在的 他们哪怕在休假的路上 仍然没有忘记这个 四镜看过我的回复之后 一面还在认真观察两个人的手指 但就在这个时候 对面两个人竟然吵起了架 那个带着大金链子的男人 很突兀地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另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 被这么训斥一下 也是有点愣了 他开口想要解释 并且口中连声道歉 但那个金链子的男子很明显 并不买账 不等着人说完话 竟然从座位上刺溜一下 站起来 蹬蹬的脚步 气鼓鼓地往车厢后面就走了 更为奇怪的是 这个白衬衫的男人 并没有起身去追 只是坐在座位上 略略地塌了口气 从白衬衫的表情里不难看出 他一点也没有惊讶 显然是对这个金链子男人 突然拂袖而走的现象 见怪不怪了 第274集 双行列车 不过哪怕是到这个时候 这个白衬衫男人 还能随时随地地保持仪态 他先是冲着我和思静 略略微笑点头表示歉意 完了 神态自若地 从包里自顾地取出一个耳机带上了 而后就是一副 与世无正的样子 要知道这个白衬衫的男人 可是同样穿了一件 套头的骷髅衫 并且浑身打扮得花红柳绿的 这样看似很烧包的人 偏偏能够在嘈杂的车厢里 保持了一份沉静与淡然 这种激昂的反差 给人带来了一种奇异的感觉 喂 现在一个人了 你问呢 思静还在给我发微信 如果你能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那我以后就任你做师父 思静明显是不服气啊 并且这一次 他肯定在心里笃定 我猜错了 非要证我 本来我们也是抱着旅行的心态来的 思静不相信 带着大金链子的人会是医生 所以眼下 趁着他走了之后 就想托我面向这个人打听 对于思静的这点小小不服气 我原本是不想较真儿的 但是看到小姑娘跃跃欲试的样子 我就起了大善的兴趣 当然不是为了那句师父 男人嘛 总是喜欢在自己在乎的女人面前 小小的显摆一下 虽然思静 线下还不是我的女人 但我下意识的 也有在他面前显露一下的意思 想到这儿 我就对着对面的男人开口道 嘿哥们 旅途无聊 要不要吃点瓜子 我把面前的瓜子往前推了推 看到白衬衫摘下耳机 我又补充了一句 这年头相方不易 相识更不易 如果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还是别往心里去了 朋友嘛 最重要的是包容 你说呢 那男人笑了笑说道 是 我也确实没生气 只是我那个哥们啊 可是有点气得不行啊 算了 两个人都冷静冷静吧 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过一阵子就好了 他竟然就这样 卖街火行 火完这一阵也就好了 我当然不能直接去问他的职业 于是 在接下来 我们就聊了很长的一段天 最后 可算是给套出来了 原来 他们就是 川海市人民医院的医生 这次是单位 公派来四水镇 这旅行的 因为这里的温泉 很有名 这点我倒是从之前的攻略上看到一点 四水 确实是以温泉闻名 原本我和思静 也有计划等到返回的时候 也要路过去体验一下 据这个自称是 无垒的白衬衫男子说道 在他们大家 都跑了温泉 度过了一个完美的假期之后 这本来是要返程了 谁想 他那个哥们 因为一点小事就炸门了 一旁的思静插滑进来 你们原来是医生啊 可是 思静的后半句还没有说完 大概是他语气里的惊讶 有些唐突 无垒已经尴尬的一笑 打断死静道 对不住啊 这位女士 方才的话确实有点过了 我替大家你道个歉 他那个人啊 就是那样 嘴上没个把门的 不过 他的业务水平是绝对可以放心的 已经连续蝉蝉五年 我们医院的首席医生了呢 也是日常压力太大了吧 每天都要做好几台手术 眼下 好不容易有了个假期 他这放纵的就有点忘形了 给你们带来了困扰 对不住啊 哪里哪里啊 思静接不下话 一面先自个连连摆手 无垒 妥贴道歉 让他有点不好意思了 接下来一路 我们都在聊天 此时刚好车子 惊平一个站点 站点的名字叫做 奥莱镇 我和思静一听这名字都愣了 眼下我们已经聊得有些熟络了 所以思静便笑着发问道 这不是孙悟空出来的地方吗 你们这里怎么还有这地方啊 无垒听完也乐了 没错 确实是那个奥莱 不过这以前不叫这个地名 这些年因为镇上主要发展旅游业 所以在很多地方 就建了主题公园类似的东西 这个也算是为了创造特色吧 就在咱们脚底下这个地方 前些年啊 建成了一个花果山主题公园 并且为了拉客 还把地名这些给改了 就从西游记里拖出来奥莱当名字 思静还在笑个不停 显然大感好奇 为了防止小丫头临时起义 又要下车去玩 所以我就从旁插开话题道 对了 吴哥 你不是说 你们是整个医院的度假吗 那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个人呢 你们没在一起吗 吴雷答道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我们从四水镇返回川海市的话 白天是有两辆列车的 他们大多坐的是另一辆列车 说是要观看一下临海风情 而咱们现在坐的这趟列车 主要是从山洞中间直接穿过来的 速度上会相对快一点 但是风景可要差的不少 那边是走海的 相对来说要绕远一点 从时间上也会花费长一点 好处就是能看到很多风景 所以当时从文泉酒店出发时 大家商量了一下 我们医院的其他同事 基本上都坐了那辆车 没记错的话 车次应该是286 其实我本来也不打算坐这趟车的 本来出来玩了就图个尽兴 也不在乎多几个小时 少几个小时的 但是因为他想坐呗 他说不想再绕来绕去了 还说还有什么好看的 那啥 他从小海边长大的 早就看腻了 吴磊说他的时候 那目光一直是偏左去示意 我就知道 他说的是之前的 那个戴金链子的医生 而后他就抖了抖自身的衣服 呢 看着衣服 他送的 没办法 他非要我陪他 那我就只能来陪他了 从吴磊的言语间 我还是能够看得出 他其实更想坐的是那一辆286次的车 毕竟是出来旅行的 当然风景是首要的 对于吴磊的话 我倒是没有多少奇怪 其实不只是四水镇到川海市 很多时候 同样的两个站点之间的车次 有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 靠个时间的因素 还有因为列车轨道的缘故 也有快车和慢车的区别 当然更多的时候 也还是因为不同的沿途停靠的站点的原因 所以从四水镇到川海市 有两趟行驶轨道不同的列车的话 也属于正常 而且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像之前吴磊说的286次 应该属于那种观光类型的列车 慢是肯定要慢一点 但是价钱方面甚至还会更贵一点 不知道吴磊他们两个人 尤其是那个带金链子的男人 有没有节约旅费这方面的考虑 但这些事就属于隐私范畴了 我们不便多问 只是根据吴磊所说 这两趟不同的列车 其实都会在奥莱镇这个站点停靠的 这个站点算是两辆列车行驶路线上 一个相交重合的地方 本来之前听到乌磊说 哪边能够沿海观光室 我和思范都已经有些心动了 现在听到两个车次 是在奥莱镇这个站点重合 我们两个人心思都活络了 我和思范以后 还会不会有机会来穿海市 都是一说的 更别说这沿途的海景了 而现在如果能够走上一个观光路线的话 我们也算是不需此行 而且我和思范眼下并不赶时间 听我们这么一说想法 吴磊倒是笑了 入手从包里给我们翻出了一张 好像是四水镇的温泉观光指导手册 那上面有这两辆 往川海市去的列车详细的时刻表 我入手大致一扫 已经笑出了声 倒是思范着急的拍了我一下 一面还在催促着 啥时候了 还看试刻表 喂 小元 我们为什么不下车呢 车子不在站不是只停靠了十分钟吗 下不快点可就赶不上了 想听更多最新有声书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每天有声书 第275集 救援广播 我将时刻表递给四镜 这小鸭头看了一会儿竟然没发现原因 不由得又惹得我和吴磊都笑了 四镜已经伸手在我腰间掐了一下 我不敢再卖罐子连忙开口道 你仔细看一下 这两辆列车的时刻表 尤其是在奥莱这一站 四镜一番细致对比这才发现了问题 自己也是有些红了脸 也不着急下车了 以免兴兴兴的又回到座位 说起来 尽管那辆286列车跑的是比较慢 并且也在时间上 比我们乘坐的这辆车 要早发了两个小时 但是所谓笨鸟先飞早入林 所以那辆286的车子 是比我们要早二十分钟到达奥莱的 也就是说 尽管两辆车子 停靠在奥莱镇的时间 都是十分钟 但是在我们车子到的时候 那辆车子已经在十分钟前就开走了 这么一来 我们就是想换乘 总不能把丢的时间给找回来吧 四镜当然只有失望地探坐在座位上 脆生生的语气露出了不满 真是的 都怪你 来的时候也不提前做好攻略 我们要是提前坐上这辆车多好 我都还没有见过海呢 四镜粉嘟嘟的抱怨还带着娇嗔 那头吴磊已经冲我递了个同情的神色 但我很知道四镜这明显就是在胡说拨同情的 我们上次在一块还去过古浪镇 他就是揣了玩的心情才有了这么一连串的抱怨 车子从澳来重新出发 我和吴磊继续有一大没一大的聊天 这一番交谈下来 我也看得出这个吴磊素质很高 一点也不因为刚才摔桌子走掉的金链子而生气 并且在他举止言谈之间 都是很有文化底蕴的谈吐 分外讨戏 这么说起来 吴磊和那个金链子两个人的性格 还真是天差地别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越是性格差着云泥 才越能玩到一起 这或许就叫互补吧 在往后的几个小时里 我跟吴磊一路上又聊了很多的话题 还彼此留了微信 四水镇距离川海已经很近了 不过五六个小时的车程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到川海市的 所以对一切途经并不了解 正好这个吴磊就给我们介绍了很多 风俗景点之类的 这可比搜什么攻略强多了 终于数十个小时的铁轨坑枪之中 川海市终于到了 我们这趟车子的广播已经在爆炸了 让我们提前准备好行李物品下车 而在这个时候 之前那个带大金链子的男人 竟然又从后面的车厢返了回来 他入手就先抱了抱吴磊 开口道 兄弟啊 真的对不住你 我刚刚去后面冷静了一下 发现确实是我做错了 对不起啊 吴磊一面说着没关系 一面还从这大金链子的肩膀上 冲我们眨了眨眼睛 我懂他的意思 他的前台词是 瞧 我之前的判断没错的 我和思静都笑了 而吴磊他们两个 又恢复了之前的热情 那个男人见吴磊跟我们聊得很开心 竟然还跟我们打了招呼 说道 我叫王楠 是吴磊的好朋友 看来你们已经认识了 你们是来这里旅游的吧 这两天有空了 我让吴磊约你们 我们一起吃个饭 我和思静虽然嘴上同意 但事实上 谁也没在心里边的当回事 而且我们两个是肯定不会再找王楠的 如果是吴磊的话 指不定我们还愿意聊聊 跟这个嘴上没把门 随时都要生气的人 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受的 我一面客套的给王楠回了两句 然后就揽着思静 退回自个儿的座位 并且不再说话了 这种沉默一直到车子停稳 大家一起等待下车 女孩子出一趟门的行李总是很大 思静的行李足足两大箱 还是吴磊帮忙提了一个 王楠健壮又伸手从思静的手里 接过了另一个箱子 这俩人倒是都很热情 把我的生意都给抢了 下来车后 我一面感激的冲两个人道谢 而两个人也都很热情的说不用 说也奇怪 那本应早到20分钟的286 竟然一点也没有比我们早到 两辆列车几乎是同时停在 川海市的月台上的 因为是乡林的月台 所以那边王楠和吴磊 已经跟自己的同事碰上了面 吴磊果然没有骗我们 隔着一个月台 那边车子上下来的男男女女 又不下三四十个 而且其中以女孩最多 应该都是医院里的女护士 这些平日里穿着衣护服的女孩 一朝退下白袍 也从天使落入凡间 都是正直花样的女孩 嬉笑之中 雀儿一般的欢快 思静还一面贴着我的耳朵抱怨道 这个吴磊竟然骗我呢 他不是说是整个医院的聚会吗 一个医院 怎么会只有三四十个人 我笑着揉了揉死静的头 动动你的小脑袋罐吧 想想也知道不可能啊 一个医院怎么可能全部出门旅行啊 医院关门啊 他们要是轮休的话 也只是某个部门的轮休 或者就是分批次轮休 这样的方式 其实你想想 三四十人一起出去 这对医院这种部门 已经非常不少了 毕竟大家生病 并不会看假期啊 我一面多头去两眼的时候 这才发现 王楠这个人确实有点孤群 那边吴磊都已经跟医院的同事 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可是王楠竟然没有往跟前去伺候 而是借口去买饮料 一缩身就到我们身边的月台商店里去了 商店距离我们很近 所以我清楚地看到 王楠在打开钱包之后 竟然露出了鼓鼓囊囊的硬币 现在这年头 大家出门都是电子支付了 很少会有人携带这么多的零钱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真的是有点奇怪 不过 这边正在疑惑的时候 王楠已经买了可乐 提着冲着我们走了过来 伸手递给了我和思静一人一罐 说是吴磊让他买的 还让我俩务必要收下 我们正说话推让呢 站台的广播突然就响了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286上突然有影响可晕倒 在此人员会有一部工作者 请紧快展到286 3号13救援 我代表站台和婚姻旅客 向诸位表示真诚的信息 原本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站台广播 我从前坐车或者逛商场的时候 也偶尔听到过 但我对这种广播没有兴趣 不是不够热心 是因为我自己不是医护人员 并且我也不会急救的常识 所以才下意识的忽略 但今天这次可不一样了 据我所知 就算不说王楠和吴磊 光那286车子上 都是整个医院科室一起出来聚会的 这种情况下 这个昏迷的乘客可实在是走了好运了 吴楠也听到了这个声音 瞬时就把手中剩的饮料 一起递到了我手上 然后说道 都给你们了 我去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王楠飞奔过去的时候 我原本是要出站的 但是女孩子有时候 对这种热闹竟比男人还要激动 况且现在 我和司静也确定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 一面冲着身后 跟着的两个武警保安使了个眼色 于是我跟司静也跟了上去 此时此刻 吴磊和他的那一群医护同事 也都往那个车厢去了 好容易几个人群 吴磊的那一帮医院同事 大家闹哄哄的聚在车厢 已经有人主动说着 要先去给那个人按摩了 但是手才凑近 竟然触电的弹起了 与此同时 这周围众多的医护人员 竟然奇奇的变了脸色 大家都是奇奇一惊 不知道谁先喊出了一声 副院长 我和司静这才了悟情况 原来这个昏迷的人 竟然是他们认识的 而且还是他们医院的副院长 第276集 醉酒的刑警队长 在王楠和吴磊凑上去之后 都没来得及做紧急处理 两人都已经给出了判断 这个副院长 已经死掉了 人群里有人插话道 副院长他一直有心脏病 难不成是心脏病咒发了 但是马上又有人回答 心脏病人都会带有 随身的急救药物 副院长他本身 也是德高望重的教授 他怎么会连这点尝试都没有 就算是在紧急的情况下 他也不可能连一点自救都没做吧 这时又有一个人说道 不对不对 你们看院长的嘴唇 已经发青发紫了 这明显是重度缺氧引起的 心脏病怎么会引起这种现象呢 怎么会不能引起 如果心脏短时间内供血迅速衰竭 也是可以引发这种状况的 大家的争论此起彼伏 心脏供血衰竭 这是一个年近五六十岁的老阿姨接过话 好端端的 心脏为什么会拱血衰竭呢 他有心脏病不佳 但是副院长他一直都有注意吃药的 怎么会这样呢 厂中虽然都是医院的同事 但业务水平也有高低之分 眼下出事的 是自己单位的领导 当然每个人都要多少发表一点意见 以表示尊重 只是大家的开口里 你一言我一语没个定数 反而是相互不服气 在这个时候 我和思静也已经挤过人群 来到这个梳着大背头 一身正装一丝不苟的医院副院长的身边 在旁的众人都在忙着对这个突发疾病的老人情况进行判断 此时此刻也根本没有人留意到我们两个不苏之客 众多医生的分辨力 唯一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这个老先生已经死了 所以之前的在整个川海市站台的求援广播也随之停止 到这个时候 这才有人想起报警 当然还是列车上的城景 最先走了过来 他耐心的听完周围的人七嘴八舌 也对现场进行了拍照 然后他也同样开始在对讲里呼啸救援 我能够猜到城景这样处理问题的原因 因为眼前这个老者 首先在全身上并没有明显的歪伤 而且他全身也没有明显的挣扎痕迹 列车这种开放性的场所 也不大可能发生凶杀 还无人知晓 并且周围这些专业的医生的判断 也因此验证了这一点 那么事实情况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很可能是老先生本身出现的身体突发状况 在没有得到及时救助的情况下 从而引发了心脏骤停 眼前不宜造成大面积的恐慌 更好的办法 当然是等待法医过来鉴定之后的结果 既然不是凶杀案 那我也没必要留在现场了 并且这么多医护人员 还有警察都在这儿 跟我这个旁观者 着实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于是司静已经在劝我离开了 并且我现在的身份 也着实不宜多管闲事 好吧 我伸手捏了一下司静的柔仪 而后转身就要走 但在转身之际 我骤然发现在这个老先生的 高端定制西装的衣袖大臂的位置 有不正常的褶皱痕迹 这个老先生虽然头发已经花白 但他全身的衣服 无论是从牌子还是穿着的情况 全部都是整洁的一尘不染 衣服的前肩和裤腿 都是明显的经过了熨烫的 凭正之际 俗话说 人靠衣装马靠安 这话无论在何种时候 都同样实用 而这所有之中 衣着绝对是能够反映 人自身生活习惯的第一特征 但从老先生如此着衣 便能够说明一点 在他生前是一个极度严苛的人 这样的人不会让自己的衣服 出现这么明显的褶皱 如果不是生前的老先生自己所为 那么这种现象就说明 在老先生的死亡过程中 一定遭遇了外在的原因 我一面贴近丝镜耳朵 低语了一句 而后再度靠近老先生 并且将他从上到下 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遍 这一番打量终于发现了问题 老先生一定是被人杀的 一众医生还在围绕着老先生的遗体 平头论足 我相信他们中当然有外科大夫 但是眼下警察没有说话 任何的外科大夫都不敢轻易地破坏现场 更别说验尸这种事了 来不及了 我的心头焦急如焚 如果这事发生在家世 我当然可以跟江烈申请一下提前验尸的事 并且也会留出足够的现场采样证明 但是川海市不是家市 这里没有熟人 也更加不会有人相信我能够保存现场 我翻腕看了一眼时间 这趟车子已经在暂停靠十分钟了 哪怕有着之前球员广播的提示 我猜大部分事不关己的乘客都已经离开了 如果这个时间再往下推移下去 我相信很快这辆车子上 无论是人证物证都会走得一干二净 不能再等待下去了 否则一定会出现我们无法预料的最坏的情况 这个死去的老先生是医院的副院长 而且他们一行是组团出来旅行的 在这种骤然伤了同伴的情况下 哪怕这个老先生不是医院的领导 在场的他们也不好马上离开 所以那个杀死老先生的凶手 很可能还在现场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 当然不是空穴来风 生活中当然会存在着随机犯罪的可能 但更多时候 所有的犯罪都是有目的性的 无缘无故的情况下 只要不是那种有变态爱好的人 都应该不会杀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人 而且如果我之前观察到的东西 得到验证的话 那么这个凶手肯定是从事医护工作的人员 这么一来 这个范畴可就是缩小了太多了 老先生身为副院长 我相信在他的日常生活中 一定有很多的被管理者 这么一来 难免某个人不会因为小矛盾 日积月累成经年的仇恨 从而做出如此举动 只是眼下的我一切都停留在猜想阶段 毕竟我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认识 又如何谈了解和筛选呢 眼下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先尽可能的来盯紧眼前这些人的行事规律 从他们中找出那个行为举止异常的对象进行合理怀疑 之前城景向站台的求援起了效果 很快就有车站警务室的人围拢了过来 虽然相较于专业的刑警队来说 手法还是有点欠火候 但已经算是职业化的操作了 车子已经被封锁 站台警务处也已经开始调用周围的监控 并且换来了车子上的乘务人员进行盘问 这是一辆才刚刚进站的车子 当班的乘务员都还在车上整备清理 很快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被聚集在了车上 城景们正在对旅客进行一一的排查 我这才知道 原来老先生所做的这节车厢是一节软座车厢 怪不得跟我之前做的硬座有所区别 说起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车厢 因为价钱是普通硬座的几倍 所以这些车厢其实并没有多少的乘客 这倒是整个查案过程中的意外之息 不过很显然 我并不在查案的行列之中 无论是作为查案者还是被查案者 我跟眼前这起事件最大的关系就是 没有关系 身边那两位武警大哥 他们并不愿意让我们提前接触川海市的警方 而且尤其是不能以这种天降之姿的方式出现 会被人以为是来砸饭碗的 所以没办法 我只能按照要求暂时的隐瞒自己的身份 而后被城景问到后 只是推说自己只是跟朋友一起来凑热闹的 当然这也少不了挨了一顿批评 有什么热闹好凑的呢 川海市的警方姗姗来迟 而等他们到现场的时候 尸体都已经开始僵直了 让我意外的是 他们竟然没有带着法衣 为首的是一个看上去四十出头的男人 大腹翩翩 满面红光 嘴唇一圈 还铺着厚厚的一层油光 身未尽 先有一股子酒气飘了过来 虽然这人跟江烈的年龄相差不多 但是很明显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 他一面先做了自我介绍 原来他就是川海市的刑警队长 名字叫李国栋 宏观满面的李国栋 打着舌头现场问了一圈 到那个城景和负责软座车厢的乘务员时 也只是随便的问了几句 然后就草草的看了一眼 已经丧命的老先生 随后就武断的挥了挥手 好了 大家别紧张 这就是个意外事件 好了 没事了 大家都可以走了 对了 以后啊 你们就是做医生的也得小心 不能仗着自己这样的专业 就完全不当回事 老话怎么说呢 叫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啊 啊 哈哈哈哈 一面说着 这李国栋还乐呵呵的自顾先咧嘴笑了 似乎很为自己说出这句俗语而感到自得 那身边跟着的小跟班也是搞笑 并不先对现场取证 而是一个劲的拍队长的马屁 思静在旁听的直翻白眼 一面贴近我的耳朵说道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川海市 一年发生好多起失踪案件了 元 你肯定还不知道吧 这个川海市 是咱们南疆集省里 犯罪率最高的地方 有这样的红鼠队长 犯罪率不高 才怪呢 还是咱们家事的风气好啊 我当然读出了思静的前台词 在他话语的意思里 也有暗夸沈建峰治理有方的意思 但我一向对沈建峰这个人不敢冒 以前是这样 以后也当然是这样 他把工作做得再好 也不能改变 他是一个失败丈夫和失败父亲的角色 眼前这种异地 我原本是不愿意出风头的 更不想在这个地方早早的 和这个即将要搭档的同事 以这种方式见面 于是想了想 我从一旁的背包里 找来了帽子和口罩 然后督促私敬 也同时完成换装之后 这才开口出声道 大家等一等 这件案子有问题 首先这个老先生 并不是因为心脏病衰竭而死的 我方才一直站在旁边 你们在搜查的时候 应该留意到 他口袋里放了一个小小的铁盒子 那种铁盒子我见过 是带语音提醒的药盒 你们不信 可以打开看一下 在场大家都是医护人员 你们肯定能知道 药盒里装的那种药品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老先生真的是心脏病突发 导致心理衰竭而死 那他其实完全有时间打开那个药盒 可是并没有如此 所以 李队长 这个老先生的死 蹊跷很多 最好的办法就是 现场验尸 这样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并且你们留意一下 在他左手手腕的下方 那里有一个细小的红点 吴磊 你们做医生的 应该知道这种红点代表的是什么 那是静脉注射的痕迹 这时吴磊已经辨认出我的声音 但他见我改化了妆容 所以也没有上前来认我 而是主动上前 放开了老先生的手腕 果然 在我所说的位置 发现了一个细小的红点 吴磊内乡 已经先一步惊叹出声 喂 大家快来看啊 院长的左手腕上 确实有一个红点 这是静脉注射的痕迹 刚才这位小兄弟的判断 一点也不差 院长 被注射过东西 旁边那位大富翩翩的 李国栋队长 已经带着老大的不满 瞩目落在我身上 喂 猫头小子 你是哪来的 刚管我们刑警队的事 那边的 你又是死者的什么人 我看你们一个个都诚心的是吧 既然你们这么懂 发现了大家都发现不了的 那恐怕你俩也不是好人吧 等一下跟我们走一趟 吴磊吓得缩了缩脖子 连忙解释道 死者 他是我的领导 我们都是川海市人民医院的医生 听到是医生 这个李国栋脸色才稍微好看了一点 一面冲着身后小弟比了个手势 这才又慢悠悠的开口道 嗯 你们几个去看看 看看是不是如他所说 两个同样身宽体盘的警察 一会儿凑进过去 所谓冰熊熊一个 将熊熊油窝 这几个人发了半天 才总算在我说的地方找到了那个红点 但是他们对红点的作用和功效全无了解 两个人推推嚷嚷的 已经争着冲李国栋报告 这个需要法医来具体验证才知道 我们闹不清楚呀 此时此刻 我何止是哀其不幸恨其不争啊 我简直就想把这俩人凑到一块给打晕了 但是没办法 这里我并没有直接说话的话语权 于是我只能压着性子 你们方才没注意听吗 在你们身旁站的全是医生 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 可以问他们呢 法医跟医生难道不是同一个医力吗 那个李国栋这才挪了挪嘴 对吴雷问道 嗯 嗯 那么你知道点什么吗 比如说这个红点说明什么呀 这个红点说明 院长曾在死前被打过注射液 然后呢 谁没有打过注射液呀 你这个叛选也能当医生 刑警队长很明显不满意 吴雷在帮着我们说话 所以开口之中就有了很多的不客气 这时吴雷一旁医院的同事也不满了 随之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开口道 你们都没点眼力劲吗 这个红点到现在都还没有消退 说明我们院长在打过注射液的时间 不会超过一天 因为这个注射液的红点 最多一天就会消失得干干净净 而且 从现在这个红点的状况分析 它应该是在两个小时之内 甚至是更短的时间被注射过液体 李国栋板起了脸 就算他被打过注射液又能说明什么 他本身不就是医生吗 自己又有病 指不定是在给自己打点什么胰岛素的 也许就是自己用错了针 从而引发了自己的心脏病呢 我一时间都想骂人了 好在吴磊帮我把不满骂了出来 吴磊一路上看着温温柔柔的样子 这时刻竟然有着一种医生的端状 他愤怒地直视着刑警队长道 我无权质疑 刑警队长您的权威 但是请您也不要质疑我们身为医生的专业素养 胰岛素有在经脉注射的吗 而且这里是手臂呀 你见过谁家的胰岛素 是要注射在手臂上的 吴磊的指责还在继续 我们之前没有说过吗 我们院长是有心脏病的 心脏病的急救药并不是注射的 而且我们之前是在四水镇 刚刚泡完温泉回来 当时院长上车的时候 身体状况还很好 他是没有必要自己给自己打针 所以这很可能 是凶手留下来的证据 而且很可能 就是这个注射针 让他失去了性命 哦 李国栋随意地点了点头 一面终于变了脸色 原来是凶杀案呀 喂 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去查一查 对 还有 去海峡法医 很可能是有人注射毒素 导致人员伤亡 还有 你们几个 尽快联系一些死者家属 可能要解剖尸体 李国栋的一番遗址气势下 在他身旁的所有队员 都开始忙忙碌碌 然后他竟然把目光转向了我们 喂 你们没什么事就走吧 啊 这里是现场 我们要对现场进行封锁 马上法医就会过来了 你们临走前都登记一下 有事我们会随时联系你们的 还有你们列车上的 啊 去把你们 呃 列车挡找来 怎么做安全的 怎么会让这么危险的毒品上车呢 这是失职 第二百七十八级 怒火中烧的反击 看到这里 我对这个刑警队长的职业操守 彻底地表示质疑 眼看着很可能凶手就会因此放袍 我实在是忍无可忍 于是清了清嗓子开口道 队长先生 我能提两句建议吗 首先这并不一定是列车方面的市值 尊敬的队长先生 我想请您知道一点 哪怕对于正常人 如果在静脉上打入一针高浓度的绿化钾 也会短时间内心脏衰竭而死 更别说 这种事迹对一个有心脏病的老者 其本身浓度甚至不需要很高 就可以将他的心脏病直接诱发 而后迅速死去 而这个绿化钾本身并不是违禁药品 更加不是毒药 只是一种普通的注射液 在场的这三四十人都是医生 也都是这个老者的同事 你难道最应该做的不是排查一下众人吗 他们都是医生啊 那就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拿到静脉注射针 更加有可能接触到这个绿化钾溶液 毕竟这种荣液对他们工作内容来说 简直是最方便的 而且队长先生 日常只有同事之间才会存在仇恨的可能 如果您将我们都放走了 如此做难道不是放虎归山吗 一旦所有人离开 你敢确定他们不会消除证据吗 到时候你想要再去寻找证据 那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我之前已经看过了现场 在这辆列车上没有任何监控设备的 您准备怎么查 李国栋显然是被我这一连三番的质疑卡住了 半天捏诺着嘴唇发不出声音 顺儿也就带着有点恼羞成怒 于是愤恨地瞪了我一眼 苗 我这听明白了 你这是在质疑我的办案能力啊 好啊 真的好 这一年头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出来乱飞 看你小兄弟年岁不大 口气倒不小 怎么 耍横 还是出声牛犊不怕虎 要不然 我这刑警队长给你做如何 一旁李国栋 那些个本来忙碌的跟班们 竟然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 随之都在附和着自个儿队长的大笑 言语里更是极尽地对我的嘲弄 看得出来这个李国栋是个心眼很小的人 而且狠吃拍马屁这一套 被众人这么一捧 越发是只拿鼻孔看人了 在家世我何尝受过这种委屈啊 并且我和司径这一次来 本来就是应川海市警局腰的 虽然我俩都没有正视显露身份 但是上来就给这个下马威 谁受得了啊 我还勉强忍得住 反倒是一旁的私敬 气鼓鼓地反驳道 你们少看不起人了 就你们办案这两下 谦威支柱 给他提鞋都不配 那边李国栋都要拔枪了 身边有人好说歹说劝住了 好一会儿李国栋才从牙缝里急出声 还真有胆肥的 是真觉得我刑警队长 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做了 嗯 成 不然你就试试 你要是给我现场救出凶手了 我这队长给你做 你说话算不算 司径竟然诡异的一笑 哼 别觉得我说那话是委屈你 你知道他是谁吗 要你们真有福气请了他做队长 保证你们川海市 不用年年业务倒数第一了 就这话都算抬举你了 瞅瞅你们的犯罪率吧 还在这儿耀武扬威呢 谁稀罕 司径的话虽然很毒 但他本人是个粉嘟嘟的女孩 尽管生起气来仍然是不见可爱 而且他声音脆声声的好听 哪怕大着嗓门说话 也仍然是一副温温柔柔的样子 更像是娇称 不像是指责 饶是这样 当面对着一个刑警队长 这般说话 李国栋的脸上仍然是挂不住的 眼看着就有发飙的姿势 身边那个狗头军士模样的人 在他的耳边贴上去讲了两句 于是李国栋冷笑一声 哼 我好难不跟女斗 愁你还没大学毕业吧 怎么 学的请教啊 敢报个家门吗 小娃娃只上谈兵的事 我二十年前都不做了 瞅瞅 现在的小年轻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还真以为什么人都能破案了 实话告诉你 行针破案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可不是你们玩的游戏 我眼下不是已经喊来法医了吗 下面我怎么做 字会有分段 用不着你们两个乳秀未干的小家伙来教我 一旁的吴磊 此刻已经赶过来劝劝我俩 他声音压得很低 喂 朋友 退一步吧 这人是咱们川海市警局的当红人物 听说他爷爷在汕头做大官 所以没人敢惹他 你们虽然是外地来的 但现在已经得罪了他 接下来在川海市的日子不会好过 劝你们别再往下掺和了 我曾经见过很多仗势欺人狐假虎威的 但是没想到 在这个警务系统 竟然也有这样的败类 此刻在我心中更是一团团的火在烧啊 警察毕竟不同于别的行业 他是要守卫民众安危的 如果这些人不能尽忠职责 那无疑就是要助长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这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还怎么放心地交给警方来守护 人们的幸福感又从何而谈呢 我虽然没有多少宏伟的报复 思想也不算是有多崇高 但是我自认为 哪怕做一天的警局顾问 我都要为这份职责付出我全部的精力 生命是无价的 我如果敢草率大义 那就是拿人民群众和信任不当回事 我从小到大 接触了很多的警局人员 从江烈到洪姐 到叶泽 甚至司敬等等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无不兢兢业业 哪怕平日里会开玩笑 但是在牵扯到人命是非的大问题上 加班加点根本就是常识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当儿戏的判案 眼见着李国栋 还跟司敬跌跌不休的争吵 于是我也生出一种正法肃刚的心事 我将司敬向怀里一揽 而后一步上前 目光灼灼地盯在这个李国栋的身上 男子汉大丈夫 一个唾沫一个丁 方才这是你说的 我不需要借助你的人手 从现在开始 你只需要将整个列车封锁一个小时 我在规定时间内 一定给你找出凶手来 只是你也要记得你的承诺 另外友情提示一下 如果我坐上了刑警队长 第一个会开除的就是你 这话一出 整个周围的所有人 全部瞩目在我身上 尤其是那个李国栋 短暂一愣之后 竟然笑得前仰后合 你一个人长啊 你以为自己是超人啊 还找出案件真凶 这牛皮好吹啊 得 就冲你这么自信 现在你开始找吧 放心 我会很大方的 从现在开始 我将授予你审判整件案子的权利 但你最好 也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 别让大家失望哦 我当然听出李国栋 这话语里调侃成分为多 但是在家事 我能怎样的如有神注的破案 在这里我也同样可以 而且就在方才 我已经想到了案情的过程 接下来 不过是缩小搜查的范围 和寻找证据而已 相较于之前 我在家事遇到的那些 近乎完美的犯罪 眼前这个有点小儿科了 但是我既然已经立下了军令状 也就没有想着借用李国栋的人 谁知道那些不专业的人 会不会假攻击死 但是那又如何呢 我一个人同样能够审出案情的真相 就在我带着这样的想法转身时 那两个一直保护我的武警队员 竟然也主动举手 说要帮助我审判案子 这无疑就是公开跟李国栋 这个刑警队长唱反调了 有了他俩的带头 那边吴磊和几个医院的医生 也同样加入进我们的行列 只是亡南远远地站在一边 他似乎对整个案子很不在意 而且他从一开始 李国栋说可以放大家走的时候 他就表现出要马上离开的意思 似乎是有什么急事的模样 人死如灯灭 也是在这个时候 才基本看出这个副院长的平日里 人际关系似乎处得并不怎么好 说起来这个副院长 毕竟是大家的同事 但是眼下他死了 没有人伤心也就罢了 竟然还有很多人 一副看热闹的神情 也唯一只有刚加入我们阵营的几个人 才显得有点伤心 这个李国栋 似乎是平日嚣张跋扈惯了的 他对案子的事 虽然并不怎么伤心 反倒在好勇斗狠这方面是很有一套 就眼下来说 他一点也不在乎这个老先生是怎么死的 反而逢人就要告诉几句 姨父一定要让我出丑的样子 为了表示坦诚 李国栋还真的放开了所有的权限 并且把所有的调查小组都指认由我来领导 话是这么说 但料想那些人也不会真的听我的 所以我索性一开始都不指靠了 只是对于李国栋这样的想法 起码在我是不敢沟通的 我认为正常一些案子 如果有人帮忙的话 我一定是求之不得的 希望别人能够为我指点迷津 可是在这李国栋看来 好像是夺了他的饭碗一样 李国栋眼下的所作所为 我是不敢沟通的 身为一个刑警队长 任何情况下 都绝对不能因为别人斗气 而放弃自己的职责 这事如果在江烈身上 无论如何也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以前我有时候还会去刺激江烈 说他没有大脑 但现在发现其实江烈 已经算是刑警队长中的佼佼者了 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咽下这个李国栋 显然是不合格的那种 活已经懒下了 接下来就是实际操作了 我亲自主审 详细询问了软座车厢的乘务员 他显然对这个衣着整齐的 老先生是有印象的 不过据他说 因为在他职责的这个软座车厢 这列车子里乘客并不是很多 而且这个死去的老先生 还有点洁癖 所以乘务员对这个人的印象很深 根据乘务员说 这个死去的副院长 在上了这个车厢之后 他并没有按自己的车票位置去坐 而是选择了一个靠窗的座位 也就是他现在死去的位置 根据乘务员的说法 在老者前后左右 软座车厢挨边的都没有别人 而且老者是从四水镇开始 一直坐到窗海式的 这中间倒是上过几拨乘客 但是车厢一直没有坐满 我追问了几句 在老先生周围有什么人 乘务员一开始说 他也不记得了 往后突然又补充了一个细节 原来他曾经在车子停靠在傲来镇时 趁着这个机会打扫过一遍车厢 当时老先生斜对面做了一个乘客 是一个穿着墨绿色衣服 戴着一顶压舌帽 还有墨镜的男子 乘客似乎是在闭眼睡觉 乘务员当时去查过车票 但是那个压舌帽的乘客并没有买票 就在乘务员去呼唤列车长办公席的时候 一转头 那个压舌帽男子又突然不见了 乘务员本来以为是那个压舌帽的男子自己去补票了 也就没有当回事 直到听到我在问列车上有什么奇怪的事 乘务员这才想起来 当时那个压舌帽的男人的举止行为表现的也足够奇怪 因为列车上的温度很高 他还戴着口罩 帽子和眼镜 如此打扮得严严实实的 这一切结合起来后续的事 就是有点太不符合常理了 而且除此之外 软座车厢上并没有再找到其他怪异的乘客了 乘务员之后也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个压舌帽男子的离开 至于死去的这个老先生 根据乘务员的说法 他中间巡视过几次车厢 甚至在到达车站前的20分钟 他也曾巡视过整街车厢的 当时老先生一切都还表现的正常 最后乘务员在终点前巡线的时候 也就是列车停站川海式站台之后 他在催促乘客下车时 发现老先生已经闭上眼睛 没气了 这才暗动了报警 乘务员一开始 还以为只是老先生突然犯病了 所以才暗动的救援 并且这街软座的车厢总共有80个座位 根据乘务员说 当时从他们这街车子到站后 从软座车厢上下去的乘客 只有12个不到 不过这所有的乘客 每一个都有车票 也都是可以查到旅客行程信息的 现在都是实名制买票 所以不存在可以是杀人后跑掉的可能 接下来 我又询问了几个列车上的工作人员 包括餐车工作人员和卖小商品的商贩 因为现在时间还不到晚上6点 所以列车上是没有提供晚饭的 车子从四水镇开始已经过了午饭的饭点 也就是说 整列车子从四水镇开始就没有再送过餐了 所以唯一经过各个车厢的应该只有卖商品的小贩 卖商品的小贩是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 说话快言快语 在听说列车上发生了命案之后 他没有显得很紧张 反而是一副热心肠的样子 听到我们问话 他连连的点头 哦 对对 我也见过那个戴鸭舌帽的男子 他当时还冲我买过一瓶饮料呢 不过他很奇怪 手中手机明明插着耳机 却说没电了 我给他推荐充电宝 他也不要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张一百元的钞票 让我去给他找 我刚好手头没钱了 所以就找给他了一堆硬币 硬币 我文言愣住了 跟着瞬间想到了 一开始在月台上 我曾经看到王楠拿过一堆硬币买饮料的场景 但这么一想 确实是很奇怪 正常如果不是在公交公司上班的话 一般不会拿这么多的硬币出门啊 我当时看到王楠手中的硬币时还在奇怪 王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硬币 如果就是这个小份找的 那情况可就太清楚了 再接下来 我身后的两个武警 又帮我跟铁路方面说通了 他们正在逐一跟之前软卧车厢的乘客一一联系 这些乘客中也有说自己曾经看到过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子 穿着墨绿色的夹格衣服 手中没有拿包 但是 全身是全副武装的遮掩 当时鸭舌帽的男子 只是在整个车厢里转了一圈 然后被乘务员发现之后就不见了 之后谁也没有再见到过他 这么一来 从时间上就和那个院长死亡的时间对上了 因为根据他们的说法 这个鸭舌帽的男子是在奥莱镇前后上的车 然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这种说法当然也跟软座乘务员的证词对上了 只是这个鸭舌帽的男人到这里转一圈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是坐错了车 那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包裹得这么严实呢 如果从硬币推算的话 确实都很可能是王楠坐的 可是 王楠跟我们同坐一辆车的 他怎么可能越过一辆车子去犯罪呢 这不可能 我之前是见过那辆286列车的时刻表的 他跟我们乘坐车子唯一的交集是在奥莱镇 但是他的出发时间可比我们乘坐的车子提早十分钟发走了 既然不是王楠 那么接下来 我就对老先生整个医院同行的所有人进行了排查 结果发现整个医院就只有副院长一个人坐在了软座车厢 剩下的人都是同在一个车厢 而且大家互相证明了一下后 发现在列车运行的过程当中并没有人提前离开 这辆286列车的硬座车厢和软座车厢之间相差很远的距离 想要从吴磊他们同事所乘坐的硬座车厢到软座车厢的话 中间距离相差整整七节车厢 如果中间有人过去犯案的话 这个路程上花费的时间不可能没有人发现 这么一来倒也是奇怪了 似乎我的判断出了问题 那边李国栋已经在等着看我的笑话了 因为吴磊这边已经给出老先生死亡的准确时间 是在列车到达前的两个小时以内 这么算起来的话 老先生并不是在奥莱镇被杀的 也就是说 跟那个鸭舌帽很可能没有关系 那么他到底是被谁杀的呢 王楠刚才的的确确 在李国栋告诉能离开的时候 那眼中露出了一点小兴奋 而且这种情绪是隐藏不住的 墨绿色的衬衫 口罩 眼镜 鸭舌帽 这一切都是为了掩饰身份 而特意伪装的 所以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凶手 但是凶手在接下来去了哪里呢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老先生的位置 他所坐的位置在车厢的末端 这里离厕所很近 如果这个鸭舌帽的男人 之前藏在厕所的话 他是有可能返回杀掉了老先生 在偷偷溜掉的 可是为什么老先生临此之前一点挣扎的痕迹都没有呢 虽然高浓度的绿化甲确实会让人瞬间致死 但是老人不可能一点挣扎的迹象都没有 起码那绿化甲注射液被注射时是很疼的 所以这一切一定还有我忽略的细节 凶手一定就藏在我们众人之中 我认真地观察了一下众人脸上的表情和他们的衣着 貌似又只有王楠的衣着 显出了一种不太正常的褶皱 那么眼下拥有的证据推论起来 唯一的指向对象就是王楠 凶手很可能就是他 可是我眼前的这份内心确定 杀人凶手没有任何的意义 尤其是针对王楠的猜想 这根本就是个死胡同 我到现在都没有忘记 吴磊给过我的那张列车时刻表 这两辆列车在运行过程中的交集 也就只有奥莱镇这一个地方 但是一个人是怎么从这辆车子挪移到那辆车子的呢 而且还是在一辆已经发走的车子 难道凶手真的会空间穿梭 我一面用力挠了挠头 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摒弃出去 首先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唯物主义者的首要信仰是科学而不是玄学 可是思来想去 我还是将目光重新锁定在王楠的身上 而后也真的有了一点小小的发现 他跟之前其实有了很大的不同 首先在他脖子上的金链子已经不见了 其次就是他的衣服 原本穿在里面的骷髅衫 现在已经被外套完全遮了起来 如果说王楠是担心自己这种形象暴露在同事面前 这也说不过去啊 这件衣服肯定一早就穿过了 之前听穿着同款外套的吴磊提到过 这么一套衣服是王楠专门买给他的 既然是一个自个儿买的衣服 自个儿怎么又会有嫌弃的呢 眼下列车上因为停靠站点的缘故 本身车内的空调已经完全关闭了 再加上周围空气不能够有效的对流 所以温度很高 正常来说 王楠没有必要将外套拉得如此紧才对 而且在他的眉眼之间还流露着一种很小心的焦虑 与此同时 王楠的前脚掌一直在轻轻地敲着地板 这当然是一种无意识的举动 但越是这种无意识的动作 越能肇使着内心 他似乎很着急离开这里 就算王楠跟这个副院长的关系不好 但也不该到如此漠不关心的程度吧 毕竟大家不是做一日的同事 而是世间最大的事莫过于生死 他为何连基本的同情和客套都欠奉陪 反而那么想离开呢 这件事 如果在结合着王楠方才购买饮料时 被我看到在他的钱家里的那些硬币 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 我真是越瞧越觉得 王楠的嫌疑很大 大概是王楠感受到我投过去的目光 他一面回看了我一眼 并不敢跟我对视 有连忙挪过去目光 与此同时 他的手指无意间地 又将拉链向领口的位置拉了拉 王楠的外套本身 已经就拉到了领口 这已经算是拉得很高了 而后又是这番上拉 金属做的衣链 已经蹭住了肉皮 可是他似乎没有感觉 这种行为可就太奇怪了 王楠为什么要在意自己的拉链 难道他冷吗 我左右观察了一下 此刻还在现场的很多人 都因着列车断电的缘故 而撸起了袖子 川海市已经属于南方 气候可比驾驶要热得多 又因着现在列车上的人 很多空气不流通的缘故 又闷又热 这种情况下 只要王楠没有发烧 他就不应该觉得冷 而且我仔细看过他了 他身上没有任何伤风发烧的痕迹 那么这是因为什么呢 一个人在所有人都感觉到热的时候 还无意识地向上拉自己的拉链 只能说明他自个儿心里有鬼 或者说在他的心里 还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 带着这样的想法 我才将注意力的重点 放在了王楠的那个外套的拉链上 这么一番细看 总算是瞧出点异样 原来那是一种双面形的拉链 我见过这种拉链 一般会配置这种设计的 都是那种可以双面穿着的夹克 因为只有这种夹克才需要把拉链 做成正反两用的轨道 王楠之所以要把拉链拉这么高 按照正常的逻辑 他一定是在隐藏着他夹克双面的这个事实 那么王楠如果心里没鬼的话 他为什么要掩饰自己穿的是双面夹克呢 难道在他的夹克的另一面 就是那个曾被乘务员和铜车男人 看到过的墨绿色的吗 如果那个墨镜男是他 结合那个售货员小姐的说法 倒是对上了 为了验证我这个想法 也为了不提前打草惊蛇 我先去找到吴磊 这并不需要多么高明的手段 因为现在四下的温度确实很热 吴磊早已经把自己的外套给敞开了 我偷偷地靠近吴磊 一面装作不小心蹭到吴磊衣服的样子 撩开瞥了一眼 也就是这一眼 我才发现自己想错了 因为那里面并不是另一面的墨绿 只是一层很普通的网面 王楠和吴磊的外套应该是买在同一家店的 因为那样式颜色都一模一样 所以推测他的外套应该也并不是双面的 只是两个人的外套拉链 在我的特别留意是发现了不同 因为吴磊衣服的拉链 并不是那种双面拉链设计 同款的衣服为什么会用不同的拉链呢 这又是一个疑点 至于第二个疑点 就是王楠从事发后到现在为止 所表现出来的紧张与局促 这太像是作贼心虚了 可是 要只认王楠是凶手的话 也有很多不合常理的地方 首先越过两辆车去杀人 这一点就很不合常理 所以现在最困难的并不是确定犯罪嫌疑人 而是确定凶手 到底是怎么杀到这个副院长的 并且在整个作案的过程中 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 忽而我想到另外一种新的可能 难道是雇凶杀人 如果这个老先生真的死于雇凶杀人的话 那搜查的范围倒是要大了很多了 首先同乘的所有乘客都需要一一的排查 可是我们刚才已经在李国栋的面前 跨下了海口 如果真是这样一一查下去的话 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当然是不够的 难道真的要闹笑话了 心中略略丧气的同时 我一面又给自己鼓了鼓劲 我既然敢接下这个案子 心中自然早就有定计 思虑了一下 我终于决定开门见山 王楠 能让我看一下你的车票吗 因为我并没有特别的压低声音 此时此刻周围的众人 见我突然换了调查目标 都有些好奇地拿目光追着我的举止 吴磊也是有些好奇 在一旁接话道 哥们 你看他车票做什么 怎么 难道你怀疑是他做的 吴磊的话音里明显带着不可置信 至于王楠那边更是黑黑冷笑出声 小兄弟 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 这可是杀人啊 你不会忘了吧 咱们可是坐一辆车的 你就算要搜查 不也应该先286这档车厂开始搜查吗 我当然不是非要如此舍尽求远 只是因为眼前这个王楠 不管从举止还是神色里 都有显而易见的慌乱 若他真是问心无愧的话 为什么会如此表现呢 俗话说 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但是王楠正好反过来了 想听更多最新有声书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每天有声书 第281集 退堂鼓 我微微一笑 镇定如常 我当然不是怀疑王楠 我只是要正常取证 不只是他 我等一下也要检验吴雷你的 你们都是同一个医院的同事 当然也最可能产生仇恨 而且在大家都乘坐260车次的情况下 你们两个却要特立独行的换上另一辆列车 当然你们有自己的理由 但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有点避嫌的意思 如果是事实避嫌的话 那你们两个人反而都有雇凶杀人的嫌疑 我绝不冤枉好人 但也绝不包庇坏人 无论是从查案还是从日常的行为 都是要掀击后人 只有自己的嫌疑抹除了 才有权查别人 找不到 丢了 王楠快速回话道 语气里是明摆了不耐烦的 我的眼神一拨 这个王楠一定有问题 方才在听到我的问话后 他明明连找都没找 就说自己的车票丢了 这本身可就太不对劲了 车票不是别的 从站台出去时 还得用车票验证开扎机 一般人没出站 都是会很小心地保存好自己的车票 要不你再找找 我坚持了一句 人命关天 我希望王楠先生您能主动配合 好歹同事一场 能够尽快找到凶手 也算是给死者一点告慰 王楠冷冷地弯了我一眼 可是手脚完全不为所动 以免更连说话声音都喊了几度 我的车票丢了 所以查不到 从王楠眼前的这个表现 就算人不是他亲手杀的 至少也跟他脱不了关系 或者说 他跟那个副院长一定 有一些明里暗里的仇恨 我这个推断可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就在刚才 王楠掏出钱家买饮料的时候 我曾清晰地明确看到过 他曾经把车票塞在了钱家里面 明明车票就在钱家里边 他连找都不找就说自己的车票丢了 他在隐瞒什么呢 从王楠方才把车票放在钱家里 到现在为止 也不过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 那么有意去保管的行为 怎么能说丢了呢 而且如果没有猜错 他们这种组团出来旅行的车票 一定是能够报销的 谁会嫌自己的钱多呢 或者王楠不是找不到 他只是不想让我们看到他的车票 那么车票上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看起来我之所以要找王楠要车票的目的 已经被他识破了 没错 我之所以要查看王楠的车票 就是要确认王楠有没有犯罪的时间 他和吴磊从四水镇上车之后 一直到终点期间 吴磊始终都是坐在我们对面的 而就在我和吴磊的交谈中间 城警和乘务员一共在车厢里巡查了三次 并且查验了三次车票 他们每一次查票都会在票身上打上一个小圆孔 而因为需要专门遗弃的缘故 所以这种小孔一般人很难仿制 并且乘务员查票 是会对整列车厢从头到尾进行查验的 那么通过王楠车票上的孔术 就能够确定他究竟当时有没有在车子上 可是王楠已经识破了我的想法 他既然不让我看到那个车票 还推说自己的车票丢了 那么一来的话 就算有嫌疑 但我也确定没有办法强行搜身 并且从那边李国栋 暴毙胸前的态度 他肯定是不会帮我的 审案工作 似乎是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而我也只是在想一个 能够证到王楠的证据 尤其是这必须得是明面上的证据 否则他肯定打死也不会承认的 而且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我还没有想明白 怎么破解王楠的不在场证明 到底王楠是吴磊的好哥们啊 我此番连着两次咄咄发问 也似乎有点得罪到他 吴磊也从旁边不满地撇了我一眼 哥们 你确定你是来查案子的 而不是来捣乱的吗 司静就要帮着我说话 被我伸手挡住了 而后我谦和地点了点头 一面冲李国栋开口道 还是我方才的要求 暂时将这个车子封锁 在场之人 暂时谁都不能离开 而我下车看看 马上回来 瞧瞧 没问题 李国栋挑了挑眉毛 我不只会封锁这列车 还会把整个车站封起来 小娃娃 看你口气挺大 不知道人缘咋样 车站里人多 可小心伤着 有啥事就出声喊 咱也是人一人 我肯定会派人 好好保护你的 这是危险 李国栋的混蛋 是赤裸裸地在威胁我 言下之意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只要我离开了这截车厢 保不齐 就有人冲我下黑手 要是没那两个武警兄弟的话 我可能会害怕 但是现在 真以为我们家事来的都是你们这些酒囊饭袋 我皮笑肉不笑的哼哼两声 牵着司径就下了车 而后我俩静直的前往列车调度中心 到现在为止 我也才跟吴磊认识不到超过六个小时 谁能够保证 他之前给到我们的列车时刻表 不是一场双簧的演出呢 那么就在只有列车的调度中心 能够给到我最准确的答案了 因为286上发生了命案 所以眼下整个车站都进入了戒备状态 不过因为有着李国栋之前所谓的授权 我们并不困难的就找到了川海站的负责人 可是我们现场得来的结果 跟吴磊之前给到我们的时刻表一模一样 286和我们乘坐的快五三 从四水镇出发的时间 整整差了两个小时 而且他们在唯一交集的奥莱镇上 两辆车停靠的时间 也有十几分钟的空档 这么一来 我最早之前的分析就是成立的 想要从快五三上换乘286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人不能穿越时间上到另一辆已经发出的车子上 而且就算打低也是做不到的 因为正常情况下 火车在及时出来的速度是要高于汽车这种交通工具的 那么这个疑点就等于还没有解除 就在调度中心的门外 远远的还吊着一个钉梢的李国栋的小跟班 所以眼下 我似乎将自己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 思静一面贴近我的耳垂 小声道 袁 你打算怎么办啊 这件案子会不会接得太草率了 用不用我跟咱们的人说一下 干脆直接从这里溜掉算了 你要打退糖果啊 我含笑着看了思静一眼 怎么这么快就对我没信心了呀 思静连忙摆手 翘脸一阵粉红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 你们男人都爱面子吗 我说小女人不怕 大不了就给她道个歉嘛 反正咱也没给她承诺啥 思静边说着 一张翘脸全是小小得意 不过也看得出她是真的在为我考虑 这份好意我当然是心生感动 但是这退糖果我可打不了 出来门我就代表的是家事警局的脸面 自个儿窝里怎么都好 外人跟前怎么能够折了名头啊 负责调度中心的 是一个一头自来卷的中年男人 相较于李国栋的眼高与顶 这个人倒也是随和 一听到我们协助查案来的 面面都是周到韵铁 一点也没有因为我们是外地口音 有什么轻视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中年人一面递来两杯热茶 一面开口发问 我心思白转之时已经出口了 不知道你们对奥莱镇了解多少 如果方便的话 能不能联系一下那边的车站人员 我需要一张车站的平面图 有实景图的话那就最好了 中年男人虽然不明所以 但他手上的动作却是不慢 掏出行动电话就拨通了一个号码 不过三五分钟 一张奥莱镇车站的全景图 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虽然奥莱这个车站不算大 但是因为新修的关系 车站的站台种种设计都很前卫 这种基础设施也是一应俱全 而且还修解了高科技的 同站换乘天台 也就是说 从这个站里可以达到不出站 就换乘另一辆车的目的 稍后发来的实景图也更加验证了这一点 在这个中年男人的帮助下 奥莱镇站站台的人还很喜新的帮我们指认了快五三和二八六车次停靠的车站位置 中间只隔了四个杂道 我对比了一下平面图上的比例尺 大概计算了一下距离和时间 基本上已经大概判断出凶手所采用的手段了 接下来就是凶手是如何从二八六车次返回快五六车次的办法 在思静帮忙搜索下 我又结合了两辆车子的运行轨迹 在整个铁路运行图上找到了两趟车次 距离最近的一个县城 叫做圆溪 二百六车次停靠的站点是圆溪东 而我们快五六车次停靠的是圆溪站 同样的 这个圆溪站 根据这边调度中心的资料显示 也是具备同站换乘能力的 圆溪站和圆溪东站相差只有十公里 因为圆溪东站是高铁站 为了方便旅客的出行 所以日常两个站点之间是有乘块在相互通勤的 而且不用出站就能够坐车 上车才会补票 这么一番查验下来 我总算明白王楠用的是什么手段了 他是利用了正常情况下 人的惯性思维误区 从而主导出了一场看似穿越时空的犯罪 而且 眼下我连证据都找到了 不过为了让王楠心服口服 也为了彻底定死这张犯罪 我于是又跟调度中心的主任写了张字条 并且交代几句 这才兴冲冲的领着思静往列车返回 思静当然也被我的好情绪所侵染 笑着问我道 看你笑得这么开心 已经知道是谁干的了 当然 我自豪地挥了一下拳头 准确地说 我一直都知道是谁干的 只不过现在才破解了他不在场证明 并且 还有定他罪的确凿证据了 瞧你喜的 也不早点告诉我 害得人家替你下担心了半天 思静一面说 一面自顾着也笑了 也对 我干嘛要替你担心啊 不管是在川海还是在家世 你都始终是你啊 等等 凶手到底是谁啊 王楠 都不等我说完话 思静已经笑得前阳后合 小元啊 我拜托你啊 你这都查了这么老半天了 还没打消对人家的怀疑啊 别闹了 怎么可能是他呢 他可是跟咱们一辆车的 你没听过列车晚点吗 其实思静 会有这样的反应 完全是在意料之中 相较于列车上的众人来说 他已经算是跟我客气的了 因为 当我再回到车厢 并且当着众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从李国栋到吴磊 再到那三四十号医护人员 也包括城警城务员 全都是一副看怪物的表情看着我 李国栋也不跟我置气了 一面提着大拇指凑近我 一面刺着草牙浑身酒气 伴着喋喋的嘲笑 四女而来 哼 起先我还当是哪条过江龙呢 没省想 眼下一瞧 这是来那条虫啊 亏我还那么放心地跟你打赌 你可真会给人寻乐子 咋地 合着 在你觉得 那个王楠鼠超人的 直接从列车窗户里飞出去 然后杀了人 又从列车窗户里飞回来 哎 等等啊 让我算一算 你们火车的时速多少来着 平均一百六十公里 合着一秒是多少米来着 一百六乘以一千 除掉个六十 队长先生 你怕是没上过数学课吧 不用那么麻烦 公里速度 直接除三点六就可以了 差不多 微秒五十米吧 思静在旁 冷言冷语地回怼了一句 李国动物也不害臊 竟还接住话头 对 对 就是每秒五十米 这个超人有点猛啊 烧油的吧 带百十匹马力啊 哎呀 哎呀 不过我瞅那先生身上 没挂油箱啊 王楠没有说话 吴雷反而先一步凑了过来 喂哥们 你说话要负责任的呀 我兄弟没得罪你吧 方才还给你买饮料不是 你这干嘛如此针对他 针对谈不上 我只是在实事求是 面对众人的冷嘲热讽 我仍是拿出了之前 回复思静的话 目光转在一旁的乘务员身上 这位女士 他们那些外行人可以笑 您难道也不懂我的意思吗 列车上你们每天用到最多的一个词汇 应该就是晚点吧 这都忘了 趁着乘务员耿住笑的时刻 我不由地提高了几分声音 你们大家都没出过门吗 这有什么好笑的 列车因为上下乘客 加水检测等等原因 日常晚几分早几分 不是很正常的吗 如果这个站点晚了一些 到下一个站点 那就是有意识的往回赶回来几分钟 这难道不是正常的操作吗 虽然这辆286跟我们乘坐的快五三之间是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但是前后不过只差了十分钟 而且在奥莱镇的车站是能够同站换乘的 你们难道都不知道吗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这辆车子上有没有记录到站时间的记录仪 但是我方才已经联系奥莱镇站台的工作人员了 应该很快就有结果了 众人的大笑这会儿已经停顿了一下 不过那个李国栋明显还在拆台 好 就算你说的成立 这边这位王南先生确实通过奥莱镇的站点 乘换到了286 那我请问你 在两辆车几乎同时到达川海市的情况下 他是怎么提前从那辆车上回来的 啊 对啊 吴磊也在这时强白道 这位小兄弟 你可别忘了 王南可是跟咱一起下车的 我不是给你列车时刻表吗 快53和286 就只有在奥莱镇那一站有香蕉的地方 旁的呀 只有在最终到达川海市才会会合 中间是不存在再换成回来的可能的 咱们现在都是实名制程车了 而且 同一时间就只能购买一趟列车 王南他怎么可能坐到那辆车上 进出站的烟票那一关都过不了 所以你的推论肯定是想错了 换一条吧 面对吴磊和李国栋的嘲讽 我充耳不闻 只是将目光落在王南身上 尽管有那么多人帮他 但他始终捏诺着一言不发 更是不敢把目光回看我 到底是做贼心虚了 杀人和做手术的感觉明显是不一样的 吴磊本来还喊我为哥们 现在称呼已经变成了小兄弟 由此可见 他现在内心的愤怒 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自打相熟之后 吴磊一直表现得很热情 甚至于他还把川海时 很多的热门旅游景点 也都告诉了我 可是我现在 却对他哥们王南下手 虽然他们两个人 刚刚才吵了一架 但到底是在一起多年的同事 兼好朋友 此刻突然被一个外人 如此咄咄逼着牵扯到一桩杀人案中 他自然要为兄弟两肋查到 所以面对吴磊的表现 我其实一点也没有生气 一面还是对他开口道 老话说 画龙画虎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虽然不知道你们两个 是怎么认识的 但你确定你真的了解 你这个哥们吗 你可别忘了 你的这个哥们 在列车上的时候 他是因为一件小事 跟你吵架后离开的 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必要 吵一个架 还要躲往车厢后面的位置去 他就这么不愿意见到你吗 首先你也别忘了 他的座位在这里 他却要到别处去 这你不觉得奇怪吗 吴磊冷笑一声 这有什么奇怪的 他从来都是这样的人好吗 要是只是因为他往车尾去 你就要推测他 以军政方式杀人 这才是最大的奇怪 我们医生的职责是救人 如果王楠他有杀人的倾向 他能做到主治医生吗 每个人性格 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他只是脾气大了一点而已 但这你就能否认 他的贡献吗 王楠可是我们医院的 第一把刀 也曾救了无数人在手术台上 你说他是杀人犯 那我第一个不信 可欣费这个人